嗨,我是Coco,这么久没更新是因为我之前生了一场病,而正是因为生这场病呢,让我切身呢,从方方面面感受了一下,在加拿大没有家庭医生的情况下,怎么样找到一个医生来给你开各种检查,给你refer到医院,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flow up等等,那中间呢,我还叫了一次911,然后收到了一份账单,大家想知道这个账单多少钱吗? 是不是像大家传说的这么天价,今天都会一一跟大家说,还有怎么样给新生儿找到一个家庭医生,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用 在跟大家说我经历的之前呢,不得不吐槽一下在加拿大,尤其是在魁省找医生的这个男啊,我是2017年登陆的,那之后呢,隔了大概几个月就开始在网上登记了这个家庭医生的信息 那直到现在,今天已经是2013年了,已经这么多年,没有一点消息 那当中呢,就收到一些邮件,来更新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包括地址啊,电话什么的 然后就是时辰大海,没有任何的这个更新了,所以至今为止呢,我没有一个家庭医生 那在疫情之前呢,我曾经想做过一些检查,就类似于想在国内那样的体检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儿体检,不是说是你一张单子就可以开全身各种检查,然后看结果 这边呢,如果你要做检查,得一项一项来 那在之前呢,我是到直接walk in到一个诊所,然后告诉医生我大概哪里哪里不舒服 让他来给我开检查的,我记得当时开的几个B超,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检查 但是也等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时间很长 那这一次在疫情之后呢,很多地方取消了这个walk in的这个诊所 那其实我在很多我们本地的群里也看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找医生了 那这次呢,我是怎么找到我这个医生,然后让他给我做开各种检查单子 然后refer到大医院,找专科医生来follow up的呢 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在网上登记了那个家庭医生的这个信息嘛 然后之后呢,最近他们发了一个邮件过来 那个邮件上就写,就是说你可以打一个电话 然后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医疗团队来就是跟踪你 然后相当于你的一个临时家庭医生的这个团队吧 那当时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告诉这个接线的这个护士 我哪里哪里不舒服 大概一两个星期给我安排了一个我家附近的一个诊所 然后当时就到这个诊所去找这个医生了 那当时医生给我检查之后呢 他觉得确实是像我所说的 他也怀疑我可能有一个地方有病 然后他呢就很快地开了个单子 开了一个加急的这个必超单 然后我就到我住在南岸这边的一个很大的综合医院去了 然后到那之后开出来之后呢 就有一个专科医生来跟踪我接下来的治疗 那包括怎么开检查呀 然后怎么样做个手术啊 然后怎么样之后的这些复查等等 都是在那完成的 那之前我找的这个诊所的这个相当于临时家庭医生吧 他也打了两个电话来跟踪我的病 就是问一下有没有人接管你啊 情况怎么样 所以我在这个整个体验当中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虽然没有我自己没有家庭医生 但是整个病情呢并没有被耽误 那之后呢我又查了很多资料 包括问了一下同城的小伙伴 大家在没有家庭医生的情况下 如果发现身体不舒服怎么看病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的这个方法 就是在你登记家庭医生之后 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 上面就会写着这个有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你打去之后来找一个临时的家庭医生 来帮你看你针对你这次的这个看的这个病情 来follow up你的情况 那这个我觉得呢用下来还是比较顺的 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 那另外呢很多小伙伴也说了几种情况 比如说你在网上找一些walking的诊所 还有就是有一些付费的这个网站和APP 也是可以在上面预约医生的 但是呢这些呢一个你手要快 因为很多医生他可能是比如说 当天晚上的这个12点放出来 比较紧急的这两天的这个看病预约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要去抢 那还有一个呢因为疫情之后 有些地方原来有walking的这个诊所呢 他当时关掉了 那离你家比较近的这个医院 有没有walking的这个情况 你都要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觉得方法还是有的 大家而且特别是大家不要怕麻烦 你就觉得说哎呦找不到家庭医生 很多检查不做 那其实该跟踪的 该每年做的一些健康检查呢 自己要上点心 那在这里呢没有家庭医生虽然很难 但是有了家庭医生 很多人也说家庭医生也并不会这么细心的 就是因为他手上很多病人嘛 不可能就是一对一的针对你的情况 他关注的那么仔细 还是要大家上点心 那我建议大家如果像我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疫情不能回国 来进行这个全年的体检 还是在这儿呢 你觉得你不舒服的几个地方 还是要去自己来上点心 然后完成各样检查 那再来说一下这个急诊的情况 我在这个生命期间呢 也去过两三次这个急诊 那确实是等了非常长的时间 他引一进去之后 他会根据你的描述 然后把你的这个情况分类 各种颜色的手环戴在你手上 如果你看上去就是还能站 还意识清醒的话 一般会等很长时间 我曾经就是等了差不多过夜的这个情况 所以很多人也说了 看急诊还不如就是 找一个临近点的这个walking的诊所 或者在APP上面去预约 这样会快很多 因为这里看急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那第三再说一下我叫这个911的情况吧 我那天晚上呢 就是说有一个小手术 做完之后回到家里 然后突然间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打了这个911 大概很快吧 就有一个救护车到了 然后当时是两个大小伙子 抬这个单架就把我抬上了车 那当时其实我也挺担心的 就是到底这个费用会怎么样 那后来呢过了几天呢就收到了一个这个911的这个账单 这个据说呢我们魁省还算便宜的 它这个基础费用呢是125加币 然后呢后面就是加上每公里是1.75加币 一共是7刀 所以我收到的账单呢 一共是132加币 那当然了这个是在有太阳卡的情况下 并不那么的高 那据说没有太阳卡的情况下呢 就是还是挺贵的 最后呢来说一下这个费用 那在这里呢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全民免费医疗嘛 那你有太阳卡的情况下呢 其实就相当于你参加了一个公共的医疗保险这么一个体系 然后你进了医院 从那一刻开始呢 你在医院所有产生的费用都是不要钱的 那也没有一个结账的这个概念 所以去医院跑多了之后 就会突然觉得 我怎么没有像国内那样结账的地方 就有点不太习惯 但是呢你一旦出了医院 就比如说你一旦离开医院的时候 医生给你开这个处方药啊 开什么你要去这个药店去买 那这些情况下呢 还是要付钱的 但是呢他也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你的这个病 在医院认可之后 他会给药店发一个这个 他是有一个申请吧 那这个申请一旦通过了之后呢 你的很多药啊 就是也是进入了一个更高一级的这个医疗保险体系 所以也是不用花钱的 那总体来看呢 其实这边确实真的是 虽然税高 但是你一旦有什么事这个全民医疗这个保障还是比较好的 那再来说一下整个看病下来的这个感受 那我之前生小孩的时候呢 是在超级医院 那边的这个整个设施非常的新 然后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 中间的一些不顺利呢 也是很快就有一生团队来跟进 所以我觉得整个体验在那边感觉是比较安全有保障的 然后南岸这边的综合医院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那首先这边来讲的话 他虽然也会讲法语 但他会之前都会问你一下 你是英语还是法语 所以语言这边不用担心 那另一个呢 我看下来之后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医疗的这个制度啊 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看病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就是每一关一关都是有人衔接 然后有人对接 就不会发生那种你觉得很摸不着头脑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了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边都是预约制的嘛 就是你什么时候走进这个医院 什么时候去看医生 都要根据你的这个之前预约的这个时间 那中间当然隔的时间会比较长了 但是呢 我觉得整个下来 他不会耽误你的真正的大事 那像我这次得病呢 中间就很多次有加急的这个情况 包括中间进急诊也给我加急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很急的病 很重的情况下 他是还是会来关照你多一些的 但是你普通的小病什么 确实等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那最后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啊 也是我这一次刚刚发现的 就是在我们魁省的前几年 你已经可以上网来查看自己的病例了 包括你走进医院之后 做的各种检查的这个报告 包括这个验血的一些报告情况等等 在网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网站呢 我已经放到这条视频下面的这个详情介绍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首先你要登录 登记好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code 邮寄到你家的地址这儿 然后有这个code呢 你就可以上网去查看自己的这个看病的这个file 然后里面就会有 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验血报告啊 做的检查的报告啊等等 都是法语 它中间的会有一个延迟的时间 大概30天左右之后才会到网上 你可以看到 那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你可以保存好 那包括你之后想follow up你的病情啊 包括回国之后想做进一步的身体检查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翻译成中文 然后再回去看 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这儿没有病例本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可能想看自己的资料 那现在呢到这个网上就可以看到了 这条信息呢分享给大家 最后呢来说一下 爸爸妈妈会比较关心的一个情况 就是怎么给新生儿找家庭医生 那我当时生完小孩之后呢 其实医院并没有说是 马上给你安排一个家庭医生什么的 他当时给了我一个清单 上面就是有他们就列了一些 大概医院啊和诊所的这个电话号码 那包括后来到CLSC这边呢 他也给了一个list 然后也是你家附近的这些诊所的电话 但是我当时打了一圈之后 都快崩溃了 就是没有一个医院接受说是新生儿这样的情况 那包括我之前其实还没有生下来之后 之前我就在找家庭医生 那当时他就说你新生儿生下来才能开始登记 那当时也是焦头烂额 那最后呢我还是加了当地的一个妈妈群 那其中有一个妈妈就分享给了我一个在市区的有一个 以我家不太近的地方有一个新开的诊所 他们在接受新生儿 那当时我就马上就给孩子报名了 然后现在孩子也是在那儿来每个月来进行这个follow up 他就有自己的儿一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妈妈是我当时给了他 就是我之前说在没有家庭医生的情况下 你会收到一个邮件 这里面有一个临时的医疗团队的电话号码 那当时这个妈妈就打了那个电话号码 那之后呢他就跟他们说了他自己新生儿 找不到儿一的这个情况 那很快那边呢也给他安排了一个 他们家附近诊所的这个儿一接收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信息啊 其实都是随时在更新 而且你要很快的找到这些信息 我觉得妈妈群是很好用的 我当时就是加了这个妈妈群之后 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是在里面解决的 里面全是花儿妈妈 所以大家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正怀着宝宝 或者准备将来有宝宝的话 首先第一点要找到当地的这个靠谱的组织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的很多情况都是在里面得到解决的 好了今天就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因为得这场病 然后搜集到的一些信息分享给大家 那这个所有的信息呢 我都会放到今天这条视频的下面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当然大家一直在吐槽说 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体系有多慢 就多不靠谱 那我自己整体感受下来呢 就是首先第一点 你越是这种情况 越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 你自己要有数 就是有点什么 千万不要怕麻烦 因为还是有很多渠道 可以让你去做检查 让你去跟踪你的病情的 千万不要耽误了 那第二点就是说 还是要找到 人可以来问 比如说你的邻居啊 比如说你的这个朋友啊 同事啊 他们的一些医生 能不能再接收新的 这个病人啊等等 都是要你自己主动积极的去寻找的 那我希望我的家庭医生 能够很快的给我安排到 也希望大家在加拿大顺顺利利 无病无灾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